大家好 我是旧姐姐 今天旧姐姐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在香格里拉吃到一個很好吃的甜點 真的我吃了以後就很難忘 所以我就想要了解這個怎麼做呢 今天我要介紹這個奶酥藍莓派 有蘋果派跟綜合派 那我自己發明這個叫藍莓派 做出來真的是超好吃的 結果沒想到呢 我研究了一下這個派它的做法 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就是把派皮做好 然後內餡弄一下 非常的簡單 只要一個派的模型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那就讓我們Let's get started 200克的低筋麵粉 我們要200克 加上奶粉 我們要兩大瓢 倒到這裡面來 我們要把奶粉 稍微攪拌一下 後搭粉 就是一茶匙 一茶匙 一小湯匙 好 糖 我們要大概55克 大概把它 攪拌攪拌 再來我們要奶油 大概80克 然後我們用這個 加入 一大瓢 一大瓢 燒炒機 然後 蛋一顆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把它打開 放進去 就這樣 用手把這個 蛋液 攪拌起來 然後再來我們要加入 奶油 我就用手慢慢掐 你可以像这样子 慢慢的会有这个 很像有点在做司康的样子 慢慢这样掐 然后慢慢把它 把面粉跟那个奶油一起和在一起吃 派成功与否呢 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皮如果不脆 你做出来的派的内馅再好吃也没有用哦 看到没像这样子掐起来可以成一团 就表示差不多了 但是重点哦 要注意你的奶油是不是都有 不均匀了 不然有的会奶油太多 有的奶油太少 这样也行哦 我们闻到很浓的奶油味道 大概就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留一部分下来 大概留 我们这200嘛 我们大概留60公克来当它的表皮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铺在我们派的那个膜上面 现在放在这个派膜上 把膜子拿来 然后把东西铺在这上面 留下这样子的量 再来当表面上面的装饰 这个我们要拿一个汤匙 开始来把它铺平 汤匙先把它铺 铺均匀 再花一点时间 这样子把它铺开 先把它铺平 等一下再来用手 我们旁边要开始塑形 所以要在旁边 稍微把它推过来 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派皮稍微推 旧姐姐我在推这个派皮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好像在玩紫黏土 很有疗愈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喜欢掐紫黏土的 可以来试做这个派皮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虽然推这个派皮要花一点时间 你就把它当作一种抒压的方式 我觉得也蛮开心的 所以做料理也是一种抒压的方式 调劲你的生活压力哦 慢慢的把它 你看看没 慢慢把它铺起来 这个边边 你看到吗 边边这个地方慢慢把它塑形 然后等下再调整中间 就重点就是要把这个边边的形掐出来 好我们边边的那个 都已经大概推到很对位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用手把多余的那个面糊 把它推到派皮把它推到中间 然后慢慢就去补墙 有的地方会比较厚 有的地方比较薄 如果不要相差太多没有关系 它会像这样子很均匀的 那个中间也铺得很平 这时候我们就要拿一个叉子把它搓动 搓动的目的就是让它在烤的时候 能够它会透气 才不会 因为全部都没有地方透气 它就会碰起来 那搓完了之后呢 那之后我们要在上面放上烘焙值 这个烘焙值就姐姐我用太小 你最好可以用大一点 这样可以把它派皮遮住 那个边边才不会烤焦 然后我们上面要放石头的目的 就把它压住 让它烤的时候 那个派皮的中间不要烹起来 然后那个边边不要缩进来 也就是让它定型不要缩水 所以你在烤的时候那个烘焙值绝对要大一点 烤虾用200度 然后烤15分钟 外面已经开始有点 有点焦了 因为我们用200度去吃 烤派皮因为它奶油很多 就是要用大火来烤才会酥脆 如果你用小火烤的话 那个奶油全部都流光了 好你看到现在十几分钟了 它旁边的那个派 已经有点上色了 所以如果我们烤到20分钟的话 可能它的旁边的颜色上的更深 所以我们有时候料理就是看情形 所以我认为我可能15分钟就要把它关掉 所以我才说你如果烘焙只用大一点的话 旁边就比较不容易焦 好我们现在烤的时间到了 大概15分钟 我们现在派皮好了 把它拿出来放凉 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石头拿出来 让这个派皮凉凉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派皮拿出来了以后 派中间是 我们只是要让它定型 这样烤的时候比较不会到时候它会缩下去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样近距离看一下是不是很漂亮 把石头拿开的目的也是让那个饼皮 它可以透气 这样子饼皮就可以比较容易干掉 等下它要烤好的时候才会酥脆 这个就很像饼干的皮 好这是我们昨天烤好的派皮 因为我们做的时间都是晚上 所以昨天烤好的派皮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 现在我要拿出来让它稍微回温一下 大家看一下近看一下喔 首先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糖50克 低筋面粉50克 然后奶油50克 就这样我们用融化的奶油把它搅散 然后把面粉跟它搅拌均匀 这奶油因为还不够软 所以呢打起来比较不好打 所以要花一点时间 我决定给它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子 这样比较好搅拌 而且需要花一点时间 好我们慢慢的搅 已经搅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入蛋 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加入这个蛋 不能一次加进去 不然变蛋多好 我们先加一半下去 开始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滴一点香草精下去 柠檬一颗 因为我觉得这个加柠檬皮非常的对味 所以要紧 有闻到柠檬的味道咯 不要刮到白色不然会苦喔 然后我们就把柠檬汁挤进去 加点柠檬汁我们把它搅开来 好看 蛋液大概像这样打好了 这个我们先放旁边 派皮拿过来 好我们要涂一点三盛火酱 在我们的派皮上面 多刮呢不要太多 因为太湿的话 派皮会影响到它的脆度 所以也不可以用太多 然后把它涂平 好我们把三盛液涂均匀 我们看到像这样子涂均匀 等一下就要把这个液体把它倒进 倒进来的时候呢 可以再像这个液体我们可以加一点点 三盛液下去调色一下 好了然后我们稍微搅拌一下 蓝莓洗好了以后呢 放一些到里面 然后在表面再装饰一些 在里面当内馅 然后再把它搅一下 好 就把派皮拿过来 就这样子把它搅一下 有看到吗 现在里面有蓝莓颗粒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倒到里面来 用刮刀把这个都刮均匀 铺平 把它捏好 不要中间太高了 再把剩下的蓝莓 把它放到上面来 蓝莓放到上面来 它看起来就会很丰富哦 蓝莓派 好 我们都撒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就把这个奶酥 均匀地撒在上面 奶酥是我昨天晚上做好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放上去 就是昨天的派 上面的派皮 可以装饰多跟少 看个人嘛 所以 把它稍微轻轻压压 撒上去 然后看到这样子 我们的奶酥就全部弄好咯 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 好 我们放入烤箱呢 我们要用180度 然后烤40分钟 这样子里面的面糊 才会 开始滚 然后才会熟 这样子烤出来 里面的馅料跟皮 的脆度 会是刚刚好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 派已经烤12分钟 它的那个奶酥 已经都融化了 它到快要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 一直在冒泡泡 这就表示 煮好了 所以 如果你没有跟它冒泡泡的时候 表示 这个派还没有好 所以大概烤一个派 要40分钟 哇 我们的奶酥 藍莓派出来了 这是舅姐姐我第一次做派 我一直以为派很难做 其实我不会 我觉得派非常的简单 比做蛋糕还要快速度 又不用打发奶油 鲜奶油和蛋白 所以你看这样做出来 哇 好疗愈哦 好有成就感哦 那整个蓝莓这样子化开来 然后跟奶酥融为一体 然后那个样子 焦焦脆脆的 哇 看起来真是好想吃哦 做好的派呢 不能当天吃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塑胶袋里 摆到冰箱里面 隔天再来吃哦 隔天一大早起来 舅姐姐我迫不及待 趕快从冰箱拿出来 就撒了糖粉 忘记派 才想到要补派一下 记得要在上面撒上糖粉 这样看起来才会像外面卖的 然后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不一样 更有层次感哦 好 撒完糖粉我们要来脱模 下面放一个杯子或者什么 支撑着 免得等一下手滑 然后打翻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慢慢把它拖开来 后来我发现有技巧性的 先稍微移动它 它就很容易的脱模了哦 好 我们要把它切开来咯 哇 好兴奋哦 所以就姐姐我非常小心翼翼的在切 它有点结实 所以你在切 因为上面有奶酥 比较不好下刀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使力一下 因为我想要吃小块一点 所以说吃小小块 大块看起来会比较漂亮哦 好我们切开了 把它从盘子里面拿出来 因为可能没有切断 比较不好拿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断层 哇 真是太漂亮了 哇 看了让我 旧姐姐我 好想赶快咬一口来吃 好看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旧姐姐我的频道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尤其分享给你的太太啊 分享你会煮饭的老公啊 请他来做给你吃 或者是给你的好朋友喜欢烘焙的哦 看完了正面的样子 我们来看看侧面的派皮的样子 你看这样子焦焦的 还有黄黄的这个样子 看一下就非常舒缺的样子 好吃哦 好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经常观看我的影片 还有分享订阅和按赞咯 好观看我的影片就是支持我的力量 那如果你有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就姐姐我 为你特别拍子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